第一 好是好 跟后报是大数据 对吧 什么人工智能都蓄起来了 也有它的弊端就是什么呢 东西太多了 对吧 从最早的02年那会儿 0502那会儿就已经把框架都已经出来了 到现在框架已经变了N多了 N多次了 有的框架呢 有的还流行着 有的就不是怎么用了 但是咱还得学 因为那些框架呢 对于咱们理解整个软件的这种整体架构还是非常好的 而且现在已经到了玩性能 对吧 更多的数据让你去折腾去 这个是对咱们是有一个挑战的 不过这个挑战还是值的 因为毕竟后期咱们的后件大嘛 各位都是架构师 是不是 架构师的方向发展 如果钻走技术的话 因为整个咱们是管理所有的数据的 管理数据 来咱们继续 继续 我们刚才是到了点击我的定台查询 向服务端发起请求 链接改了一点就过来了 在serverline里边的话 咱们获取到用户信息 把那个获取到当前页去调用业务层 要返回来pdmodel pdmodel放入一块里边 转到这儿 在这里边要显示当前用户的当前页的订单信息 这些事咱们都做了 这为什么也做了 现在就是dlo了 dlo了啊 OK吧 那个 咱们现在知道做了哪些事情了啊 到达哪一步了 现在咱们把全部的这个 点呢 咱们就集中到哪个地方了 集中到了 就是现在是把所有订单给查出来了 就是当前用户的当前页下的订单查出来了 但是咱们在页面上不光是要显示这订单 还要把订单下 所有的订单项 以及订单项的这种商品咱们查了 那么我们在那就得便利所有的订单 便利所有的订单啊 这就相当于拿到每个订单了 这个时候咱们说所以转一下 我就不管外边那些东西了 我们现在就是专注于做一件事情 给你一个订单 把通过这个订单 把订单下所有的订单项和商品把它给拿出来 现在做这件事情啊 咱们我就写在这啊 咱们现在的需求 有了订单 实际上就相当于有了订单了啊 咱们根据订单的一个ID 查询当前订单项 所有的订单项 所有的订单项 以及订单项对应的商品 信息 那很明显 我们要查询所有的订单项 那订单项是来自于order item的吧 是来自于order item的 是订单项 而订单项每个对应的商品信息 是来自于咱们的product的吧 是的意思啊 那我们现在要知道做什么 这数据是来自于两个表 那不用怀疑 肯定得多表查询吧 是不是 多表查询的话 这也没啥呀 那这里边你看 自带的信号 from order item 这是一个 后边再接个product 这么玩的话 这会出来个什么东西啊 会出来个迪卡尔吉吧 就是order item上面的每一行 要跟product上面的每一行进行个匹配 这是迪卡尔吉啊 这个可能没有什么意义啊 但是咱们知道这是迪卡尔吉啊 那么我们运行之后就看到了 哎 这里边啊 这是order item就相关于 哎 这就是order item啊 一个一个的order item 我们统一的啊 你看咱们订单项是很多的啊 你看 这后边这是这是一类商品吧 啊 ID为1的这个商品 和咱们的每一个订单项匹配了一下 能看出来吧 能看出来吧 那个 哎 那么再往下再走一件商品 1010的这个商品 又和每一个订单项匹配了一下 其实这数据是有冗余的 有很多数据是没有意义的 什么情况下这个数据才有意义呢 是不是当这个商品这个PID跟咱们这个订单项里边这个PID相等的时候数据才有意义 是类似啊 其他就没有意义了 那这个时候呢 咱们很简单了 就相当于当什么呢 咱们查询的数据可以给表起个别名吧 起个别名 一个是O 一个是P 啊 起个外号嘛 O.PID等于P.PID的时候 哎 这个数据才是有意义的 就是这个 这个订单项 这是一个订单项 上面买了个商品 这个商品的ID是多少呢 34 那34的这个商品是什么呢 那后边这就是描述了34的这个商品的所有信息啊 那么再往下走呢 这是另外一个订单项 这个订单项呢 又买了个商品是订单项为第一的这么一件商品 那PID为第一的商品是什么呢 后边整个就是PID为第一的这个商品的全部情形 是这意思吧 哎 这些数据是有意义的 咱们先把他有意义的数据过滤出来 在迪卡尔地上 那么我们现在查询的是某一个订单的 假如说我们就查询什么呢 咱们就查询那个 咱们知道有个订单表 我们就查询就这笔订单下班了吧 是的意思啊 咱就复制上他啊 他还不让我复制呢 我看到这一下啊 我就查询这个订单下的 就是咱们在家 按的OID等于他 这个订单下的 咱们刚才查了他的话 这个OID在里边就出现一次吧 就出现一次啊 如果要是两次的话 那这个时候咱们还得还得再通过什么什么点OID 哪个下边的OID 其实咱们知道这里边是O点OID吧 是不是这个OID是咱们订单项下边的 O点OID 当然因为它就出现了一次 你就不写也行 那么这个订单下边的所有的订单项和每一个订单项上面的商品 咱们是不是查来了 是的 咱们这么玩啊 这么玩 那这样的话呢 咱们首先把我刚才的这个分析过程啊 咱们写出来啊 在这儿 在这个地方 咱们做了什么事了呢 那我单独的啊 单独的咱们写个测试啊 写个测试 因为后边啊 有一个地方大家可能 忘了有一些点啊 因为比较时间长了 我专门写个东西 写个类 TEST MAP LIST HANDLE LIST MAP LIST HANDLE LIST MAP LIST HANDLE LIST 你还不知道我要干什么呢 我先不管那个啊 咱们这里边呢写个 PUBLIC VOID TEST 00 我们现在是要做一件事情 这件事是什么呢 是根据订单的一个ID 我们要查询订单下所有的所有的订单项以及订单项 我是减器板那边有东西啊 我不想那个 我先把它给切一下啊 刚才这件事啊 咱们已经在这写过了啊 现在要做这件事 查询 查询这个事啊 查询他 查询每笔定单下 这个 现在要做这个事了啊 咱们的社科语句的分析过程啊 注意 SQL的一个分析过程 分析过程 这个咱们是首先明白什么是迪卡尔吉 迪卡尔吉啊 而这个呢 咱们是在迪卡尔吉的基础上去筛选了有意义的复具 而这个我们是要的是最终的一个结果 这是咱们最终要执行的这条作口一句 那其实把这个东西一换成问号 咱们现在变不就是变印的 这就相当于每个都搞定了吗 是的意思啊 那么现在呢 咱们要执行这条语句的啊 我们在这里边 public void 太阳灵灵 这里边少了圆黄啊 我们这里边sql啊 那么咱们先把它写成死的 写成死的啊 这条语句 然后 qr runner qr等于 new qr runner gdbc utils.get that source qr.query 好 这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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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过来什么呀 反过来什么呀 其实我已经说过了 那其实就是咱们反过来结果是这么两行数据嘛 那我想把这两行数据 我得填出在某个地方 我得用什么来填出啊 用什么对象 这肯定不能是某一个对象 不是某一个beam handle 不是beam list handle 也不是scaler handle 是什么呀 这是什么呀 map吧 但是map一个对象只能携带 只能携带一行吧 对吧 应该是map list handle 学过没有 肯定学过 肯定没有啊 肯定没有啊 那是这样的啊 那是这样的啊 你有一个map list handle 啊 对 用它来填充一个数据 来填充啊 那么它反过来什么类型呢 咱们ctrl1 我们给它复制个变量 它反过来是个list 它反过来是个list list里边放的是一个一个的map 看到了啊 哎 这么玩啊 这么玩了 老高级了 是吧 哎 这种玩法啊 list里边的每个元素是map map里边放的简直都是数据啊 那这里边会说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呢 那咱们来这就便利一下呗 啊 现在啊 注意这个地方 这个注意注意啊 咱们的 呃 由于返回的数据是 来自多个表 啊 而且是多行 结果是多行数据啊 我们用什么呢 用这个map list handler 这个handler 这个来封装啊 我们返回的数据 封装返回的数据 注意返回的是一个list啊 咱们这个返回结果啊 是一个整体是一个list 而list中的每个元素是map 啊 那么现在我们就去便利list 啊 看list里边每个东西是什么 然后咱们再输出看里边是什么东西啊 便利list的话呢 咱们可以这么玩 不是意思啊 这不是list里边每个元素是不是个map呀 哎 那其实到这是不是拿到map了呀 咱们现在的我们需要输出什么呢 输出map中的内容 map里边放的是简直对的 咱们可以 玩过那种增强的迫循环输出map没有 没有 那我给大家补充一下啊 这里边我们可以用一个 那咱们就咱们就在这单独测试一下吧 单独测试一下吧 单独测试一下啊 在这里边啊 public void test for each map 在这里边 map 啊 把概念的引进来啊 咱们假如说这里边放了个sprint stream吧 然后呢 等于new一个hashi map 里边放了咱们的sprint stream 啊 map里边的放点东西啊 放点东西啊 放点东西 map点put put的什么呢 111啊 咱们对应的什么呢 对应的AA 啊 222对应的BB 33对应的CC 啊 在里边咱们222的333 在里边BBBB CCCC 啊 放点东西 是这么来玩的啊 这么来玩的 我们现在是用增强的 破循环来便利map 这样好一点 要不然咱们自己在便利map 正常的话是 map点什么什么 要把所有的键拿到 是吧 再用 是大家玩以前是怎么做 应该是 k set吧 然后再去迭代拿键 再通过键去取直 是这种玩法吧 咱们现在这么玩 来个破循环 我们在里边呢 咱们是来便利map里边的元素呢 前面放的什么呢 咱们是用这种类型 map点 entry string string 这里边咱们放的是一个 entry 啊 这个什么 map点 entry set 在这的话呢 entry.get key 就拿到它的键 entry.get value 就拿到它的值了 这不是很方便吗 试一试 试一试 咱们 它 加上 它啊 加上那个值 加上那个值 很方便 啊 那么咱们来这呢 来个圈 test啊 咱们把它引进来啊 我们选中这个方法 咱们点右键 我们以这个 既有你的运行一下啊 既有你的运行一下 来这 是的 意思吧 就把它都取出来了啊 那么对应的来到咱们这儿的话呢 这不是也是输出map点的东西吗 咱们也是用增强的后循环来输出map吧 增强的后循环来输出咱们map中的内容 后啊 后边是map点entry set 那么前面咱们用什么呢 map点entry 这里边是strain 这里边是object 咱们写的是一个entry 对吧 然后在这里边的话呢 我就简单打印一下啊 输出什么呢 输出entry.get key entry.get key 这就是键 值的话呢 咱们entry.get value 当然这个值啊 咱们知道啊 它里边是object 会打印它里边tools论内容啊 咱们来这儿运行一下它啊 我们看一下反过来什么内容 ture test 来这儿运行一下 那么选中它之后 点右键runfgunit test 咱们看这儿 这里边咱们为了好看点 这样啊 咱们来 遍地完之后的话呢 咱们来个换行 这里边咱们稍微分开一点啊 这儿 然后再加个加个空的东西啊 就是为了格式上好看一点 我再重来一次啊 咱们看反过来什么东西了 靠这儿 你看这儿 total pid itemid cid pdata surprise 这是一行 两行 一共是两行数据 对应咱们数据库里边的返回结果 一样的吧 看到的啊 件就是每一个列的名字 total 是还有什么itemid等于他 这是见值 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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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一个map吧 再来一个 再见值 见值 见值 这样 又是一个map 反过来是这么一种数据 是对是吧 反过来他了啊 反过来他的话 这就好玩了 那我现在最好做这么一件事情啊 做这么一件事情 如果说呀咱们来这儿我能够拥个orderitem orderitem 拥一个orderitem 然后再拥一个product product等于拥个product 如果我们在这儿呢能够将plct啊 将map上面的数据 因为咱们看到就是每一行上面的数据 咱们刚才运行出来的结果是是这样的啊 我们在这儿呢把这个结果咱们复制一份过来吧 啊 放在咱们这儿 这是咱们看到的一个结果啊 这是看到的一个结果 放这啊 放这 那是不是进来进来两次是不是两行啊 每次都进来一行啊 那如果某一次进来的时候呢 其实这是做测试呢 这是做测试的啊 咱们当然这是做测试的 那么其实走到现在的话 现在咱们是map吧 这就是相当于一个map里边内容吧 这又是另外一个map里边内容吧 那么如果说咱们拥上这么两个对象 如果说能够把这上面属于orderitem上面的 还不是这个total是属于谁啊 是不是属于 这是属于一个小计吧 放这上面 那pid是不是属于product上面呢 咱放这儿来 itemid是属于它的吧 再放上面来 cid是属于 cid是属于谁的 是product的 是不是有个列的cid吗 对吧 如果说能够把这上面是属于orderitem上面的数据 自动填充在orderitem上面 把product上面的数据呢 自动填充在product上面 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 对吧 因为现在混一块了嘛 那能不能做到这个事啊 怎么做啊 咱们之前就说过 being utile still populate 将orderitem往里边一传 将咱们product的往里边一传 因为它底层走的就是 哎我看什么呢 在里边它可能会爆个异常什么 这都是咱们用过的这点啊 只不过可能 哎我还能这么玩啊 没想到啊 那我现在告诉你啊 咱就抛个最大异常 那么在这它底层是干了什么事呢 它其实就是 哎我能拿到它 是能肯定能拿到它对那个字解码的吧 对吧 我看这个字解码上面啊 有没有set toto这个方法 有没有setpid这个方法 有没有setitemid这个方法 有没有setcid这个方法 如果有的话 就执行这个方法 而且对应的呢 咱们把那个件对的那个值放进去 而且掉的是它上面的那个方法 是的意思啊 咱们当时给大家抽取过 my being utile那个工具类啊 咱们当时这个说过 是不是 哎这么做的话就OK 这就把数据填充上来了 而且呢 咱们orderitem.setproduct 它是有个对应关系的呀 订单项 上面咱们当时抽取的时候 是不是有个product的对象啊 哎 我们让查询出来的每个订单项 哎跟商品发生关系 跟它发生关系 啊 可以吧 哎 这是咱们做了这个事啊 咱们干了什么事呢 将map中属于orderitem的数据 自动填充到orderitem这个对象上 将map中属于product的数据 咱们自动填充到 哎 product这个对象上面啊 这个咱们是能做到啊 你就手写都能写出来 就是自己写的一个方法 这是没有啥啊 这个没啥啊 但是这里边我看一下 这里边有个时间啊 时间的话咱们是有个 这个没啥啊 有个时间转换器吧 咱们需要加三句话啊 三句话我记得是那个 直接找到mybinutils 这里边咱们把这三句话拿过来就行 啊 我还不能直接用这个方法 因为这个方法呀 它不是转换的map 那个map里边那个值啊 它不是那个 不是一个固定的啊 这里边你看这啊 它因为这个map里边它是字符串数组 而咱们现在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字符串嘛 对吧 那我要用这个方法的话 那这里边它不是数组 它直接用不成 除非我们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单独因为这个东西 咱们提取一个 提取一个啊 字符串呢 这是可以的 明白吧 这样是可以的啊 map string string object map 这里边 有相同的 哦 它这么还不上座呢 是不是啊 那就得写个02吧 重载的问题啊 重载的问题啊 这就可以吧 这个时候你用它就OK了 啊 这个时候用它就OK了啊 那这样的话呢 咱们就 那我就把它给注释一下啊 注释一下 咱们这么玩也行啊 这么玩也行 这是一种方式啊 还有一种方式呢 就是咱们刚才提取了 mybinutils.02这个方法 将咱们的orderitem和map传进来 将咱们的product传进来 将它传进来啊 这里边还报一场是因为 啊 人家那个地方要求的是一个 object吧 咱们这个 这个map里边没有加了那个范形吧 那咱就先这样做了啊 先不用它了 咱们先 你知道原理了 咱们 你慢慢去处理一下啊 咱们这么做先行吧 啊 道理是一样的啊 道理是一样的 注意呢 咱们在地方呢 我们啊 让什么呢 让咱们那个orderitem和咱们的product 发生这种关联关系做了这个事 那这样做完的话 那实际上就相当于做了什么事呢 哎我们可以哎 查询出来什么呢 查询出来这个订单下边 所有的订单项 这里边还少一句话 是order 点 get list 我上面有order对象没有啊 没有啊 因为咱们这里边就是 就是执行这句话啊 那其实 order对象咱们在后边才有啊 那我先不管 先不管这个啊 咱们先把这个捋顺了 就是执行了一条色口语句 一条色口语句 反过来什么呢 咱们也知道反过来是这么一个结果啊 是这么一个结果啊 然后呢 咱们用什么呢 用一个map list handler啊 来把这个数据缝装了一下 反过来一个list的对象 list里边的每个元素是map 是这个意思啊 哎 然后呢咱们在便利便利list的时候 咱们创建好了order item和product的这些对象 而且让它上面这个数据自动填充上来了 是这个意思啊 那如果说这样 你看啊 如果我是在上边呢 咱们来声明一个集合list里边呢 咱们就要求放是order item 这里边那个list 六个arraylist里边放的是order item 那么其实呢 我们现在呢 再将什么呢 再将咱们这个地方list.add 将order item加进来 list.add .add 这个list是跟冲冲突了吧 我这里边咱们写个list01啊 咱们现在是往list01里边加东西 list01里边加order item 那么这个方法执行完了 list01里边放的什么呢 放的所有的订单项 是不是 放的所有的订单项 对象 而且每个订单项 咱们都设置好pro大的了 是不是每个订单项 上面的商品都有了 是的 意思 咱是做了这个事啊 就是将订单为哪个值呢 咱们后边刚才这条 说过一句 将这个订单下 所有的订单项 我都查来了 啊 都放在哪呢 放在咱们这个list01 这个集合里边来了 而且每个订单项里边呢 都都有prodata的对象 都关联起来 数据都在呢 这个点OK了吗 能听懂吗 知道做了什么事啊 知道做了什么事 因为正常的话呢 这个map list handler 这是应该听过的啊 应该听过 讲dbutios的时候啊 如果没有的话呢 没有关系 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事情 啊 他反过来个什么呢 反过来个集合 集合里边放在一个一个的map 用它来封装什么数据呢 封装咱们反过来这种 哎 这种 这种数据的多个表连接起来 这种数据 啊 放进来 还行吗 现在 这是一个知识点啊 这个知识点 其实并不难 理解啊 因为我们有了什么呢 有了前面的这个BinUtl 这些基础啊 咱们这儿是应该搞定的 那么其实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儿了啊 看这儿了 那其实这儿是不是就是咱们刚才这儿 跟这儿是一回事啊 只不过这个订单咱们是写死了 是不是 这个咱们订单是写死了啊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看我们再就再重来一次啊 再重来一次 相当于现在 订阅 啊 这里边是可以拿到一个 OID的 是order.get OID 是能拿到这个OID的 啊 然后呢咱们来个搜科语句 搜科语句是什么呢 就是select 新号form order item啊 还有什么呢 product 啊 为了什么呢 o.pid 等于 p.pid 还按的什么呢 按的OID等于这么一个值 怎么要执行这么一条搜科语句呢 要把这个订单项 对应的所有的订单项 以及订单项 所有的上面要查来 啊 后边的话 qr咱们已经有了 qr.qr sql 咱们刚才说了 new一个map list handle吧 new它 然后的话呢 把这个参数传进来 OID传进来 啊 那么它返回来个什么东西呢 返回来的是一个list list里边放的什么呢 放的一个一个的map 啊 那在这儿 来了这儿之后的话呢 咱们就得去便利咱们的list了吧 其实一个list里边就放了一行 只不过那一行是以map的形式存下来的 啊 便利list的话呢 这里边 for each 啊 这里边我们是这么来便利 是的意思吧 便利它 那么走到这儿的话呢 咱们就相当于 那我要创建一个orderitem对象啊 创建个orderitem对象 啊 同时呢 咱们要创建什么 创建个product的对象 用上product的对象 然后呢 咱们在这里边 而我们用上咱们的binutils 那个支持点啊 那个支持点 OK啊 就是咱们刚才的这一块吧 咱们就直接拿过来用了 可以吧 把它拿过来这儿啊 咱们再放这儿 放这儿啊 同时呢 咱们要注意 orderitem.setproduct 咱们让product 和orderitem 发生关联关系 然后 这个地方要注意 咱们上面是不是 正在处理的每个订单吗 是不是正在便利每个订单呢 那么咱们就把这些东西啊 订单上有个集合 就把它给加进来了 是不是 哎 这是咱们让每个订单项和商品 发生这种关联关系啊 而这个呢 是将每个订单项和咱们那个订单下的集合 发生关联关系 订单项不是有个集合吗 或者说是将订单项放入到了订单下的集合中了吗 存入订单下的集合中 是的意思啊 一个一个订单项都查出来了吗 把它放在当前的那个订单里边 可以吗 行不行 费劲吗 还行 你看啊我在这 咱们现在 首先知道做什么事吧 咱们要知道做什么事啊 以前的话是长一所有订单 OK直接就反过来了 现在不行了 我现在把每个订单下边的订单项 我都得查出来 而且每个订单项上面的商品 我也得查出来 然后咱们就走到这便利订单了 其实走到这往里边走的话呢 我是单独的用一个案例来说的 单独的咱们跑到这个地方来了 相当于哎 你有一个订单了啊 只不过咱们这个地方是写死了呗 对吧 有这个订单了 然后我要把这个订单上 所有的订单项都查出来 而且每个订单项的商品都查出来了 然后把这数据自动填出上去 让这两个对象发生关系 然后呢 把每个订单项放到集合里边 这个集合是咱们上边生的那个集合 这么做完就将这笔订单的 所有的订单项都放进来了 而且每个订单项上面的商品 咱们也放上来 也都有了 因为有这种关联关系 那么对应了咱们这儿的话 这不是跟刚才一样吗 是的意思吧 只不过我是进来了 这个订单ID咱们是动态的 没有写死 除了这儿不一样 其他的跟那个案例完全一样 最终的话呢 看见是反过来一个list list里边放在什么呢 放在所有的订单吧 实际上订单里边 所有的订单项有了没有 每个订单项上面的商品有了没有 有了吧 那只有有了 咱们才能具备在页面上取出来这个条件 要不然取不到 是例子 这是这个功能最核心的部分 一个是用到了一个map list 看的了 这个如果以前没接触过 那么你今天稍微注意一下就ok了 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事就ok了 还有一个呢 是咱们啊 这里边有个这个时间类型这儿 这个咱们之前说过了 那还有个就是个多表查询 多表查询的这个啊 咱们这个也不是一下的过来的 咱们是一点点变过来的 先是迪卡尔吉 迪卡尔吉上找有意义的数据 再去找最终咱们要的数据 这是这豆腾啊 豆腾 这是啊 order DL的实现着啊 这里边呢 咱们是啊 呃 用到了三个比较新的知识点啊 或者是大家不怎么经常用的三个知识点 一个呢 我们是利用什么呢 利用咱们这个map list Handler来封装我们这种啊 多表查询的数据 多表查询的数据啊 查询的这个结果 用它来封装 还有一个呢 咱们用到了一个 多表查询这么个语句吧 对吧 迪卡尔吉 迪卡尔吉上去找有意义的数据 最终去拿我们最终要的数据 三步点变过来的啊 以及呢 在这里边呢 咱们还用到了一个这个 还用到了一个这个 当然这个咱们前几天刚说了嘛 对吧 用它来自动填充数据 这三个知识点啊 你要搞定了 那么其实咱们这个知识点 还可以 并没有咱们想象的那么难 是不是 可以吗 ok啊 那么这样搞定 后边的话 页面取数据的话 那就简单了啊 那咱们上午啊 就先这么多吧 行吗 哎 那么下午呢 咱还是老规矩啊 咱们还是两点半吧 两点半 因为明天是休息嘛 明天咱们还是有充足的时间来消化咱们今天的啊 东西的啊 哎 你们现在就不用叫法啊 我知道这个难以程度啊 你们只要只要是没有跟上我节奏的那肯定是前边落下了或者是努力程度不够 嗯 因为所有的班咱们都是这么过来的啊 你不用叫法 而且不是所有的班没跟上很多班都能跟得上 就这么说 很多班都能跟得上啊 一定要去努力 一定要努力啊 然后有问题的话你就多问呗 这很正常啊 首先保证听懂知道啊 听懂是第一步啊 你写不出来了或者是出错了 这都很正常吧 这是一个练习实践的问题啊 多要练习一下 那么咱们两点半 大家来说 啊 嗯